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几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词典有如下四个,分别是Spark Sale Local模式,Spark Sale Cluster模式,Spark Sale 2.2和Spark Sale 1.6的对比,和Idea和Maven的下载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据,区号是241617568 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提供大家给学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来说一下开发Spark程序的两大利器,一个是Maven,一个是我们的Idea下载 那接下来呢打开我们的瘤蓝器进行下载 那么在这里啊,这个当前呢,Maven呢是当前阿帕吉旗下的一个高端的一个项目啊,一个Maven项目 那么Maven呢主要提供了一些我们常用开发的一些库啊,一些藏库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对Maven的进行下载,我们需要用到当前Spa的库啊,Skyler的库啊等等一系列的,我们需要当前那个Maven倉库 那这里啊,进入到Maven这个界面之后呢,那首先第一点,我们如果想下载Maven的话,那我们需要点左边的download 这位置啊,有个download,我们来点击左边的download啊,点击 那么进入到当前界面之后呢,这个进入到download的界面之后呢,我们稍等一下啊,这网页稍微能慢一点 好啊,那么进入到当前download的界面之后呢,在这里大家记得,Maven呢会提供最新的一个版本给你下载 那么我们Maven现在最新版本呢,是3.6.1啊,那我们使用的Maven版本呢,是3.5.3 所以在这里,当前Maven版本呢,就不能满中我们需求了,因为它比较新嘛,对吧 咱们不求最新,但求最稳 所以在这里啊,在这里,我们需要下载之前的一个版本 那如何找之前版本呢,我们只需要将当前网页往下滑动 那在最下面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一个之前的啊 一个版本,之前版本吧,对吧 然后呢,在这里咱们找谁呢,找咱们当前那个阿盖子啊 这个阿盖子啊,找他,不要选择当前Maven之前版本的历史 我们选那个阿盖子啊,选择他 那选择这个位置啊,同学们记录啊,咱们选择这 这阿盖子啊,咱们选择他 然后不要选择之前的这个版本,不要选择那个啊 不要选择他,也不要选择后边那个啊 为什么呢,这个后边呢,是Maven1和Maven2版本 咱们用上,咱们主要是用使用Maven3 所以这里啊,我们选择阿盖子即可啊 选择阿盖子即可 所以此时呢,咱们进行选择点击阿盖子 然后咱们,它就会提供当前Maven3.0版本的 3.0版本的一个下载 我们找到我们下载的这个3.5.3 点击进入 那咱们选择第一项 进入 进入完之后呢,咱们 Maven呢,提供了两种下载方式 同学们啊,一种呢,是当前是Linium的时下打的一个包 踏包,另外一个是JIP包 这两个包都可以啊 同学们,下载谁都行 但一般来说呢,我倾向于下载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我们只需要有任意一个解压软件就可以解压 就可以了啊,任意一个解压软件解压就可以 所以此时呢,这里我们选择第一项进行下载 点击啊 那始动呢,此时呢,会启动一些下载软件 那儿训练也好呢,其他也好,随里面啊,这里我们启动 然后进行下载 哎,OK啊,这个我们下载一次就行了啊 之前我有下载 那么我们重新下载一下那个任务啊 把那个当前3.5.3下载下载就可以了啊 那等待期下载就行 然后我们让他下载期Maven啊 那Maven下载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下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开发软件 就是当前的idea啊 我们当前idea 那idea呢,的网址呢,是www.gtbins.com啊 这是当前idea的一个观众网址 idea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开发软件啊 那么有一个笑话啊,也算是一个段子 就是说,呃,十个人当中以前是都用Eclipse 但九个人改用idea之后呢 呃,其他人呢,就会告诉一百个人改用idea 为什么呢?idea的好处呢,开发应用环境啊 包括他的生态券呢,都比Eclipse更好一些 但是呢,有一点啊,我们Eclipse是免费的 idea当中呢,如果你想用这个开发本本 需要付钱呢啊,需要付钱 那这里我们来选择todos啊,下面有一个idea 这里啊,有个idea啊,J啊,我们idea选中 就当前那个下载一面啊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的idea一个下载 那么todos下面大家可以看好 其实idea呢,有其他很多的开发软件 包括开发拍摄也好啊,开发web也好 这些呢,我们都不用 主要咱们选用这个啊,这个interj这个idea啊 咱们用interjidea 然后进入当前这个界面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选择download的下载 进入download的界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一个下载界面了 在这里啊,分为两个版本 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一个呢,是开发版 一个是社区版啊,一个社区版 那这里如果我们平时用于学习开发的话 下社区版即可 如果你在公司中工作呢 希望大家下载开发版 因为开发版的功能 大家看下面就可以发现啊 下面它有一个对比 那这里开发版的功能啊 这个位置是明显多于当前我们的社区版本啊 但是如果我们开发spark来说 社区版主义了啊 那这里开发版的话是需要付费的 我希望各位呢有这个软件意思啊 有这个当前正版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下载这个开发版的时候呢 使用付费模式啊 那这里我们只需要使用当前社区版本即可 我们选用第二种下载啊 咱们选用那个社区版下载 那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只需要点当前download的下载即可啊 如果你想下载之前版本 在这里大家看好 我们当年那个版本呢 是一个算是一个最新的了吧 应该是当前2019年呢 在这儿 大家看到这儿啊 当前这个位置啊 有下载版本啊 在这儿 我们选用的下载版本号呢 是2019年的1月1日这个版本的啊 所以这里我们下载是他 如果你想下载之前版本 在这儿 同学们啊 之前版本号 点击当前他就可以进入到之前版本下载 各位呢可以任选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选用2019年的1月1日这个版本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选择download的下载 那么这位置呢 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等待即可 那么进后来会进行一个弹出 那么OK 我们重新下载 因为之前我也下载了一个版本 呃 它比较大 有478.37MB 那么大家只要等待当前 idea下载完成即可啊 咱们等待idea下载完成即可 那么我们先会员一下加速 稍微等待一段时间 我的网数还可以 我们稍微等待了个一分多钟 等待能下载完 即可我们把网页关闭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啊 idea呢 这款这个开发软件呢 是一个比较好用的 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个段子 就10个人用Eclipse 9个人用完之后呢 会推荐100个人使用idea 原因在于什么呢 idea的这个开源性啊 包括当前呢 它的插点维护呢 都是比Eclipse更加强大的 更加强大的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我们Spark开发的Scalar语言呢 可以在idea下完美融合 所以在里我们如果开发Spark程序的话 推荐大家使用idea模式啊 所以idea这个开发软件 也是idea模式 那么idea当中呢 我们配合使用Maven呢 使用当前加载一些 我们常用使用的一些架包 进入当前我们的工程当中 来进行一些Spark的程序开发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等待当前 idea下载完成即可啊 稍微再等一点 还有20多秒啊 等待它下完即可 那么我们经过之前的一些学习啊 咱们也接触了一些Spark 当前的一些基本安装 包括一些Spark的一些模式啊 对吧 包括Spark当前 那是一些cell啊 包括local啊 classer对吧 那接下来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呢 我们逐渐的学习 用idea进行Spark程序开发 然后开发完 将当前程序精打包 上传到集群 跑出当前我们的效果 除此之外 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些 RDD啊 Circle啊 还有当前Spark streaming 等等一些常用主件啊 那我们后续的当学习当中呢 就会使用idea进行一些编程了 那么OK啊 同学们 我们随着时间的过程呢 我的当前idea2019.1 也下载完成了 那么后续的课程呢 会教大家如何来安装 当前Maven和idea 那OK 今天的我们课程就到达这里 我们课程序了 我们课程序了 我们课程序了